我刚跟那个大学同学 你咋不长记性呢 后来初中同学又问我 人家问我说你跟那拿多少钱 小学的初中大学 实话实说 现在基本上你一朋友了 也有 还有一帮 这是一个求职的栏目 所以每一段不管是工作的长短 或者是上班窗也好 总是要有一个真实的体现 就算它不加分 但是确实是我真实经历过的 一共赔了多少钱 那没有 那个坑没有多少钱 没有我炒股赔的多 那边不太 这几个坑你的事都差不多的事情吗 我年轻了 我那会儿的时间成本比较多呀 那主要是那个 但我确实还挺快乐的 跟他们曾经在一起 他其实反反复复在说 我这人重视的是过程 快乐 好心情 你要求底薪不低于多少 一万就可以了 你写的是两万呀 上来可以打五折 上来就五折 不是 那可能加上那个提成之类的吧 那你如果是那个销售类的呢 销售类底薪啊 有点就行 没事 那我没有要求 他其实是一个简单快乐的这样的一个人 这也是找不到女朋友的一个原因 所有的女人跟你谈恋爱肯定希望嫁给你呀 所以你看你做事是不问结果 创业失败没关系 在乎过程 那么婚姻是不是也是这个逻辑呢 我只服从你谈恋爱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 谁给我带勾里来了 就是我从工作也好 我从参加工作 大学毕业交女朋友也好 我也是羡慕的我们同学那种 第一个女朋友能结婚 第一个工作能干一辈子 这都一直是我的理想 但是没办法 包括你上来找工作 你前面的自我介绍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说找跟运营相关的工作也行 找店铺管理也行 找跟婚庆相关的工作也行 就是伯乐常有千里马不常有 千里马一定是 你先成为千里马才会有伯乐 所以你先要问自己 你到底能干什么 我干过这些行业和工作 我知道我能干什么 我干这些工作 我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该干嘛能干嘛 我是有想法的 可能有的时候在台上的表述 不是特别清楚 好像让人觉得 就无所谓啊 就干这也行 没干那也行 其实不是的 就是你的性格洒脱大家喜欢 但另外一方面 不以结果为导向 这也是大家做企业 招聘人才最担心的 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我们不要过程 不是我是要结果的 我为什么不要结果 就是这些年来 其实你37了 职场生涯其实也挺长的 为什么职场不太稳定 我也干过四年以上的工作 约就拿两三千块钱 我也干了 我也干了 你没有职业规划 也在不断的规划 这个词呢 从我参加工作就有规划 但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 您要知道 您不可能说 我就奔着去 可能碰到强了 发现 随着我的工作经历 或者我眼界的开阔 我可能这条路也能走 那就是没规划 那就是没规划 行 我没有规划 我这个年龄了 我确实也不想老换工作 哪怕就是一个简简单的工作 我能从中间有成长 能够得到快乐 有一定的收入 我觉得我就挺知足的 不断的调整是正确的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一般男人到了37、38岁左右 应该事业趋于稳定 为什么你不是 其实现在呢 就是说我再进职场 也得看老板和行业 还有公司 我在我现在的工作单位 我也能干到退休 我攒点钱 我接着在北京开店 我收着房租 我一样也能活着 但是我觉得 千里马常有 伯乐不常有吧 我碰见我非常喜欢我的老板 那为什么没去呢 去了 他不是 他要么他公司 他经营不下去了 他走了吗 其实王超给人感觉 说实话 他就是还挺真诚的 但确实是没有规划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你找到一个 像店面运营啊 就是我觉得还挺适合 像店长啊这类的 他又很热情 他跟别人沟通也很直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